本来这个时候我们不应该插话 但实在我们忍不住 刚刚女方在陈述这些事情的时候 特别在陈述 男方以前妻生的孩子的行为的时候 我觉得既然你认为你是她的继母的话 至少哪怕我不认可 这个孩子的过去的品德行为 但我们在谈到这个孩子的时候 我们不会丝毫看不出善意 甚至拿这个孩子的现状 来作为公鸡丈夫 否定账户的一个依据 我们听着特别的难受 因为这涉及到一个人的 基本的品行问题 我不管这个中间事情发生了 哪些事情让你感觉到委屈 但我们听到的不仅仅是 你的所谓的委屈 我们更听到的是 你的那种刻薄和跋扈 你可能是企图通过这个 来维护你 来保护你 其实你一直就没有安全感 一直很担心自己的儿子受到伤害 受到欺负 一直担心对方过于强悍 两者有没有差异呢 当然有 你看身高体重上有差异 对食物的渴望有差异 我们面对那些差异 我们使劲地互犊子 首先受伤的 其实不是对方的孩子 是我自己的孩子 会让你的儿子 更加不具备独立心 这个世界上人都不傻 只有爱才能换回爱 只有接纳才能换回认可 我们在想着 尽可能去互独自 为自己的孩子好的时候 我们对对方会有更多的挑剔 排斥乃至刻薄 对方是会很清楚的 再想想 因为你的丈夫和前妻离婚了 那么这个孩子 他肯定是因为父母的婚姻问题 肯定是受过伤害的 那么这个孩子就不可能 一下变得特别的优秀 肯定他身上有一些性格上 心理上的一些问题存在 你跟前夫生的孩子 他也同样是这样一种境遇 那么两个苦命的孩子 这里呢两个苦命的成人 苦命的四个人在一起 抱团取暖 才是有苦变甜的过程 而彼此排斥 去互独自互短 去迁就自家孩子的过程当中 只会让彼此更加的不具备信任 这还是你们结婚的初衷吗